而在另外一方面呢 总统马英九昨天完成了党内总统的初选登记 他今天呢到了新竹的清华大学 参加庆祝百年校庆 由于呢中选会预估哦 下一届选举的首投足 大约有120万人 这也让呢首投足的选票 成为大家必争的目标 所以马总统呢现在也积极的走进校园 抢供青年学子的选票 看清淡外籍生情节互动 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总统马英九也亲自前来祝贺 同时也强调要推动校园国际化 用十年的时间开放外籍生的数量 从现有的四万到十三万 不只要提升教育的品质 也能解决学校招不到学生的困境 准备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把现在去年是大概四万五千境外的学生 就所有都算在那里境外的学生 能够把它提高到十三万人 我们希望校园国际化之后 我们更有条件能够延览 或者吸收境外的优秀的教授跟学生 除了宣传教育政策 前一天马总统才在青年手投足陪同下 完成党内初选登记要拼连任 今天马上来到学校和学生互动 因为中选会预估光手投足就将近一百二十万人 马总统抢票的意味十分冷厚 马总统积极走进校园 现在几乎每周一校行程满打 所到之处都形成马逝旋风 争取近百万的手投足选票 介绍郭俊玲SNG经济报道 其实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明年总统选举将会有一百二十万的年轻人 首度拥有投票权 今天就有政治学者分析认为 虽然说手投足在选举的各年龄层的比例不算多 而且向来的投票率也不是很高 不过年轻族群比较没有政党的立场 而且具有比较理想的性格 也因此成为各政党积极争取的目标 那马英九二十三号上午 在青年学生手投足陪同下 前往国民党中央登记参加总统初选 而民进党总统初选参选人 串一文和苏贞昌的各种初选场合 也都能看到年轻族群的身影 根据内政部护政司统计资料 明年总统大选手投足人数估计 大约一百二十万人 蓝绿抢攻手投足 不过有的手投足表明 会把握第一次投票权 但有人表示不想投票 虽然是第一次行使投票圈 不过有打算投票的手投足 可是十分谨慎评估要把票投给谁 我会选择就是自己想要的政见 然后政党的话 我会觉得有时候政党的力量 会去左右候选人的行为 对 所以我觉得政党也是一个 需要考虑的因素 政见吧 还有以前做过的事情 有时候政见提出来 那人格特质是决定 他是不是真的会照着这个政见 去走的一个决定的关键 而手投足关心的政见议题 也很全方位 就业的环境跟就业的品质 职业跟居住的问题 就会产生一个人情化社会 对 所以这样不好 比如说弱势的事情 或是环境的议题之类 他们未来要把台湾 就是带到哪一个方向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学者分析 由于手投足较没有政党倾向 也让他们在决定 要投给哪位候选人时比较理性 年轻的族群 一般来说都会比较 强调这个候选人的理想性 当然后选人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候选人魅力 他的一个理想性格 甚至比较注意到 像是弱势族群 不过王叶丽也从学界的研究发现 教务政党立场的手投足 大多数第一次投票行为 会影响未来的政党倾向 所以虽然手投足 占所有选民比例并不算多 但政党权力开拓 手投足票源 不但对眼前不务小补 也对未来政党势力消长 有所影响 记者张雄 谢其文台北报道